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阳春不得者万物生光辉 各位大德、各位爱化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知道到了春天以后 就感受到阳光的重要 尤其在阳春三月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阳光洒落在所有的树梢上 发出光光亮亮的生灰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阳春不得者万物生光辉 所以我们也感受到 阳光对于万物 对于人的一个重要性 也让我们感受到 我们人就要像阳光一样 广布恩责 普润大众 我们今天用一个这样的一个钢器 所以说 其实像我自己蛮偏爱红柚的东西 因为红柚的东西 放在家里 然后他会觉得家里蛮喜气的 而且像这样的钢 它能够感觉上很有包容性的感觉 我们常常说 即使静观万物 所有的器皿都有它的含义 比如说我们讲说 中华画一的六大器型 钢讲快梯 网球中长 统众婉约 兰桂端庄 那我们也说 旁花宽广 平花高昂 那在这六大器型中 钢花是盛行在中国的唐朝的 虽然我们今天不是用一个很大的钢 但是这个钢 我们觉得它宽口 然后很适合今天我们说的 那个万物生辉 那阳光广布 普润大众的感觉 好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用的花材 那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呢 今天呢 我用的这个是金色的珊瑚椒 那金色的珊瑚椒呢 其实在冬天 它已经是结成一颗一颗黑色的果子了 因为我们知道呢 它另外还有一个原住民的名称叫做马告 那这个黑色的果实呢 非常聪明的 这些商人能把它染成金色 那就变成花式最受到喜欢的一种花材 因为它像那个金玉满堂的一种感觉 好那我稍微把它剪短一点点 那我今天非常的有虎报买到一只 就是这么漂亮 然后这么大支 而且又这么丰富的满满的这个金色珊瑚椒 我一边在剪 刚刚在剪这一 用剪刀剪下去的过程中 我就闻到好香的香味 它不只是果实的香味很香 它的那个 这个日干的香味呢 我刚刚一剪开而已 哇就闻到好香的一种 珊瑚椒有一种戒在浆 然后有一点辣椒 然后一点柠檬的这种香味 有三种味道合在一起的感觉 好那我先把这一只金色珊瑚椒 把它高高的擦起 哇就会觉得呢 在画面上就会觉得 哇真的是很美 而且好像很很喜气的感觉 好 它还是非常坚硬的 那我不要去剪掉它太多的这个织材 平常我们都蛮修它的那个线条的美感 不过在这一只金色珊瑚椒 这个在过年的时候呢 那我们呢 在擦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把它修到甚至很少 就这样子会感觉上 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饱满的感觉 那陈鲁哥我刚刚所介绍的呢 我们有时候在观看大自然的这些植物的时候呢 我们也去感受到就是万物生辉 就像 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很细腻的 很用心的去接触所有的花草植物 那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走进大自然 不要只是说我只是为了运动 然后我要吸这个羊而已 有时候我们还要用眼睛 用心灵 用身体 每个部位去感受自然的美 像有时候我们走到大自然中看到 那个阳光洒落在树梢上 那整棵树那个金黄色的感觉 那种阳光的美 跟树之间形成的一种美 也是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好 那我再擦完了这个金色珊瑚椒之后呢 我来加一支这样的一个火焰百合 因为呢 这个火焰百合呢 它感觉上在冬天的时候使用它呢 很喜气 那色彩也很缤纷 它是整个是红色跟黄色 那火焰百合的叶子呢 我们把它稍微的拿掉一些些 那我们把这个火焰百合呢 稍微的插高一点点 好 把它插高 好 我们再把它大概在中断的地方 中断的地方 然后把火焰百合呢 把它表现出来 让它很明显很清楚的感觉 稍微由后往前插 然后呢 我们用一点点这样的一个 接下来我们用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山树 各位爱好菩萨可以看到呢 这个山树叶呢 好 它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鹿角角 正式的名称呢 不过它是山树柯鼠的 好 我把它剪一些些 因为呢 在阳春山月的时候 我们让它感觉上 绿意昂然的感觉 那我们知道呢 春天呢 我们在过去也常常介绍 叫春天 春者 春也 好 那 万物 蠢蠢欲动 所以在古代呢 春字是三个春结合在一起的 好 我们说蠢的意思 好 就是说 在春天的时候呢 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呢 水和的万物 动物 植物 都是蠢蠢欲动 好 所以在这样的 节气的时候呢 我们插这个 代表一个春天的意思 好 那我用一些 这个鹿角角呢 先把下段的空间呢 把它布起来 好 那春天的季节的时候呢 我们在古书上记载说 春天呢 因为充满了生意 大自然充满了一种 欣欣向荣的生意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 爱护整个大自然 所以在古代呢 这个时候不 不可以随便伐木的 不可以 古代节不 不可以随便的伐木 然后呢 不附鸟巢 不可以去翻覆鸟巢 因为春天的时候呢 所有的 鸟类呢 都在怀孕 然后在生育下一代的宝宝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不可以翻覆鸟巢 然后呢 朴书更记载的 不可以截择而渝 就是不可以到海里面 水里面去捕鱼 在中国古代呢 如果你犯了这些 这些规矩的话 还要被处罚的 然后不可以罚木 不可以砍木材 不可以烧山淋木 因为呢 其实 古人呢 他们对这个 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视的 就觉得 万物的生意 尊重大自然的万物 那我想 我们生命电视台呢 师父呢 我们的海涛师父呢 是最注重生命的 然后 对于万物的爱惜呢 是 常常做的很多事情都令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事实上呢 这些在中国的古代的儒家的思想里面 他也在尊尊的告诫我们 那当然 我们佛家讲 最大的一个慈悲 就是救护众生的生命 好 那我现在在下段呢 用一点点绿色的这个山树 把它加上去了 好 那去表现这个春天的时候 那个利益昂然的感觉 那万物生会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再用一支这样的一个金菊 这样的一个金菊 因为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尤其是过年的这段时间插花呢 那我们可以还是 选用一些吉祥的花器 吉祥的花柴 那比如这一朵呢 其实它是有点点 我们称为有点咖啡精的这个色彩 好 那我们上次介绍过菊花呢 一种可以这样直接穿心 好 因为它有时候是空心的 可是现在的菊花 因为它的结很多 好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用另外一个方式 好 比如说我现在用20号的铁丝 好 然后我把它 这样子 好 弄过来 好 然后我要 我需要稍微折枝它 好 因为我们在插这种花器的时候 当它的口是比较宽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枝脚的一种优美 好 如果说枝脚它太散了 那这个花型感觉上就比较不好看 好 好 那我现在把它上了一下铁丝 好 好 好 那这个铁丝呢 要慢慢的去 在经验中知道说 它大概要用几号的铁丝 所以 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学讲说 而且这个铁丝要上的非常的整齐 非常的 非常的 好 才不会折枝的时候 才不会断掉 好 那我现在把它上了铁丝之后 然后我有点用指甲的力量 把它压一下下 那各位阿菩萨现在有看到 它有点这样的一个形状 好 那我用它来做我的 我今天的 除了 除了 火焰百合之外的另外一个竹花 让它有 比较丰富的感觉 好 然后呢 我再下段呢 再加一点点的这个 鹿角角 因为这个鹿角角呢 它会感觉上很绿意的感觉 好 再加一点点的鹿角角 那我们一边在擦的过程中呢 我就发觉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讲说呢 阳春 在阳春三月的时候 那阳光整个洒满了金色的大地 然后呢 所以所有的万物呢 它都是折折生灰的 好 那我把这个 珊瑚礁呢 在下段的地方 再加一点点 好 然后我上下段的地方呢 也比较集中一些色块 所以我们刚刚介绍到春天呢 是 深的季节 所以在春天呢 就是要 爱护大自然 珍惜大自然 我们用一些这个 金色的珊瑚礁 就要集中在一个区块 好 然后呢 我再用一片的这个 电薰蓝叶 好 我们把电薰蓝叶呢 做它的一个基盘 让它有点衬托起来的感觉 好 前段跟后段 好 好 把这个 因为这片叶子稍微低了一些些 我再把它调整一下焦度 好 因为我们虽然说 不是很标准的一个 钢花的花形 不过呢 基本上 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理论呢 我们还是要去 去遵守的 比如说呢 我们常常讲说 当我们在擦这种 类似钢的花形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所有的叶子呢 都不能碰到气源 好 这也是我们擦花里面 它非常特别的一点 就是说 在中华花艺的擦花里面 我们很注重 花跟气源的一个 互动的美感 就是 我们在擦的时候 尽量的能够 把气的美显现出来 那在西洋的擦花的时候 它大部分都会把气整个遮饰起来 那所以这也是 我们东方的哲学思想里面 非常可贵的一个部分 好 那擦完了这个 这朵金菊之外呢 我再加一点点黄色的小菊 好 比如说呢 然后我再加几朵这个 黄色的小菊 黄色的小菊 好 那这种黄色的绿心小菊呢 也是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非常好叉的一种菊花 我们在做很多的大作的时候 它可以用来补一些空间 跟做色彩 那我们有时候 在道场擦石工羊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 很好用的一个花材 而且因为它的明度很高 然后擦起来都很美 所以常常我在订花给同学们 我们的老师他们用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跟我说 要这个金黄色的这个绿心小菊 那这个花材呢 在平常不管擦斜井花呢 或擦任何的花型 它都是非常的好用的 好 那我们把它折一下下 那各位爱华佛达现在可以看到 当我折这个细枝的时候 我就要用细铁丝 然后 所以我们常常说 擦花呢 要有一双 要有一个会心巧手 就是说 很灵慧的心 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花 大概用几号的铁丝 然后很细腻的手 要把那个铁丝加得怎样 加得很好 所以 我也常常跟我们的老师 同学们分享说呢 其实呢 人家说会得老年痴呆症 那常常学话 一定是不会得老年痴呆症 因为那个铁丝来的应用 或者那个折枝各方面 因为你如果没有很善用它 一下子就把那个枝叶给折断了 所以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中晚年的一种 生活的一种情绪跟感觉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花 这样插成一点点金色的 这个小花了 然后 整个色彩上都是走非常 羊春山越的色彩 因为我们刚刚用了一个 就是在 在春天的时候 那个阳光灑落在大地的一种 情境来插花 好 那我们插这样 插完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上面调一些饰品 比如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解释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个配饰呢 我们称它为索宁囊 这个索宁囊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一段 戏剧故事在里面 以后我们有空 有因缘再慢慢的说 那我们配上一个这样很美的索宁囊之后呢 我们让它感受到 珍惜福报 一个重要 好 那接下来呢 我用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台座 好 然后我放上一点点叶片 好 试试看一下 用一下叶片 我们做一点点的布置 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 或者在春天的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来做一些 比较特殊的设计 其实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两个非常可爱的 这样的一个 那个 纸做的娃娃 纸雕的娃娃 那这是一个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 那他们做的 他一个老师做的 那他上次 刚好有因缘 就送了我两个这样的一个娃娃 然后呢 我们把它当作在春天的时候来运用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 我们刚刚念的那个 阳春不得者 万物圣光会呢 我们就知道 其实在春天呢 当我们看到 金色的阳光灑落在大自然中的时候 也是我们人要懂得去 珍惜春天的这个季节 所以在古代也有所谓的人日 就是农历的元月七号 我们称为人日 那所谓 所以选元月七日做人日呢 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呢 万事欣欣向荣的 万物欣欣向荣的 那人在这个时候看到 万物欣欣向荣 我们要懂得生命的可贵 那大自然带给我们很多生命的启发 因为他们都在生长 都在春天都在生长 所以这个时候人也要掌养自己的志向 然后在春天的时候 立定志向 让自己跟着那个生意 因为我们知道呢 到了秋天我们就要走收敛的 我们说秋收冬长 然后春天的时候呢 就是要发志向的 那要把自己广大的目标 或人生的目标 在这个时候再做一番的审视 那这样的一个万物神会的作品呢 希望也能够在新春的时候 带给你很多的喜悦跟圆满 好 那我们接续呢 羊春不得者万物神光会 那我们再做另外一件的作品 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 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不是钢 但是它算是盘呢 因为它是向外放开来的 那就算是一个红色的盘呢 好 那我继续 刚刚的那个金色的三桂莱的这个花柴 好 那我把这个三桂莱呢 让它呢 这样子插起来 那这支金色三桂莱非常的美 它刚好有点点S型的感觉 刚好有点这样子 倒挂过来的感觉 好 然后呢 我们加一点点的后段 好 加一些些的后段 那其实呢 平常 如果您喜欢这个 在过年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觉呢 台湾到了过年前的两个礼拜 几乎它是比较少那个绿色的植物 那很多金色的植物来成各种各式各样的 那种类非常的繁多 好 那我今天呢 接下来因为已经是 比较有进水的感觉了 所以我用的是海鱼 因为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呢 很多的海鱼呢 在春天的时候绽放 好 所以呢 我们用了两只的海鱼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植物本身有所谓的清水性 也就是说 当这个水呢 我们放的比较低 比较看得见的时候呢 我们就也蛮适合擦这种水生的植物 好 那我用两只的海鱼 来做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那当这两个颜色呢 它都是一样都是 很亮的颜色的时候 我还是要用一点点的色切 就是用绿色的颜色 去把这个感觉把它切开来 好 所以呢 我用了这个 这个 还是一样接续前面的 比如说 我常常很喜欢分享说 我们买一把这样的一个 鹿角角 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擦 整个屋子里面都是同样的 一个气氛的感觉 那这种一丝一花的这种观念呢 它在我们擦花 在中国的明朝呢 是非常盛行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擦法呢 它比较典雅 比较不会觉得整个屋子里面的花 很多种比较复杂 那我们应用在现在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很流行这个 一个所谓的民宿 或者有一些 有一点文创的一个空间 那都可以把这样的观念呢 把它用上去 那会觉得在这样的空间里面 不管你在住宿呢 或者说你在里面呢 做这个 餐食在空间的布置呢 它都会感觉上 比较典雅一点点 那我们加上绿色之后 是不是觉得很深意盎然呢 所以也让我们感受到绿色的重要性 然后大自然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在这个座亭上面 我还是为了让它很喜气很吉祥 还是加一点点这样的光灯百合 光灯百合 光灯百合的颜色很美 造型也很可爱 然后很多人都会很喜欢这样的花 那光灯百合 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说 它也还算是蛮耐的花 好 我把它擦一只高一只低 让它有两只的感觉 那它虽然跟海鱼的颜色呢 有点类似 但是呢 还是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呢 它的颜色是比较偏橘色的 好 那我让这个枝脚 稍微的集中一点点 那这样子 这个花看起来会特别的有精神 好 那擦完这个花之后呢 我再加一点点 有一点对比色的色彩 因为我们知道呢 有时候我们在调和色中呢 也要有一点点对比色 所以我们常常说 大对比中有小调和 那小调和中有大对比 那这样的话呢 会感觉更有意境 而且更有内涵的感觉 好 那我加一朵紫色的 紫色的结梗 好 把它放上去 好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作品呢 把它擦起来了 好 那我们把这个作品呢 也做一点点的配饰 好 那我们在这个金色的珊瑚礁上面呢 钓一个这个 金色的球 所以这个球呢 它非常的频繁 但是呢 感觉上也会有特别一种喜气的感觉 好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平常在过年的期间呢 我们用金色红色两个色彩呢 就会觉得已经 在空间的美感上 还有那个能量的喜悦度 这样就很高了 好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小配件 非常的可爱 好 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水中佛 那这个水中佛是 我们每次发行到道场 到那个生命道场去插花的时候 那师姐会送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水中佛 好 那有史以来 我们最开心的就是收到这个水中佛 那回来以后我就教了学生 每个人都把它布置的很美 因为这个水中佛呢 它也是一个象征一个财运的一个佛 所以我们的老师们回来都好开心 那当然其中它还有很多的故事跟典故 它的那个慈悲心啊 它望着太阳呢 希望呢太阳能够晚一点到 要用武灾的时间 免得很多拖拨回来的生人呢 不能够有那个武灾 就是过午不时的这样的一个 要求跟标准 所以我想呢在过年的时间呢 我把这个水中佛呢 那建有一些绿色的植物 然后也是一样 用金色的山柜来把它布满了 然后觉得那个水中佛的那个眼 眼睛的那个光线呢 就往了那个太阳的那个角度去看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阳春的这个 光芒的这个阳光呢 洒落在大地 那带给我们人的一种生意 那从中间我们也去体会到 我们自己也要像阳光一样 那散布自己的生命 那散布自己的热情 散布自己的爱 所以不管从哪一个角度 对社会上或者到道场里面 那去做义工 那把自己的生命呢 像阳光辅算大地一样 照落到每一个角度 那愿此香滑 片满十方 供阳三宝 护化隆天 普讯众生 供入佛字 因为我也许多发 这种旅行的 但这种旅行的 OK 所以我们来做 一个照片 就是做的 这个有一个 弘扬佛法力众生 不论昼月转法轮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 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 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 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 还要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呢 各位就要放生 不失 超度 失实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